這首歌其實是最大的原因 因為我媽媽的年頭因為病就過世了 我覺得一個最大的最大的遺憾 就是她沒有看過我演唱會 所以我很想有一首歌 可以在演唱會上唱給她聽 所以當時我有這個想法 我就馬上問花姐 花姐就說 好,當然沒問題,當然要出 所以這首歌的來源就是這樣 MV就是我們 除了我之外 還有整個MIRROR團隊 都是第一次找COLA和Lidora合作的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她的MV 其實就是我看了捱麵包 還是吳林峰的作品 我覺得她的作品很簡單 而是很配合這首歌 亦都很富有情感 很適合我這首歌 所以我就馬上找COLA去拍 COLA都很好地答應我 並且說我一定會很努力的 完成這個最後的禮物給媽媽 其實跟她一路構思的時候 今天有拍很多片段 例如媽媽的Vanera 然後走回家的過程 會有很多flashback 會見到媽媽可能在家裡 喊下來籃球 喊籃球場 又或者哥哥穿著棒球衣 其實所有所有事情都是 COLA問我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其實所有片段都是 都是我和媽媽的一些回憶 一些會心微笑的回憶就是 原來以前我打籃球的時候 她在家裡 因為我都是小屋村 在家裡喊下來 說吃飯啦 弟弟 接著我說不要啦 媽媽別這樣喊我 全民都看著我 我很害羞 然後到她下來 進化了 下來樓下的鐵閘 一開門就說 吃飯啦 其實也是一樣大聲 都是全民看著我 到最後她就 發訊息給我 這些是我和她 一些很記得的回憶 很想在這個MV裡 呈現一些我和她的片段出來 當然情節上 COLA把她列冠穿了整件事 我一開始就已經想到 是吳林峰幫忙 其實吳林峰很容易想到拋熟 填詞也是吳林峰提議找小客 其實我當然絕對想要寫老師 但有時我怕 最初我的關心是 會怕她的詞很深 然後吳林峰 說不用擔心 其實你跟她說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絕對信任她們 找了小客填詞 其實她寫了一次 就是現在的版本 我一粒字都沒有改過 也是很厲害的 所有東西都很有感染力 所以很感謝小客 卡叔和林峰 歌詞裡面 其實很多都很觸碰 有兩句我覺得小客實在太厲害了 那兩句歌詞就是 愛沒盡頭不必害怕 我會自強不須忌掛 對,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就是 不需要擔心 我對她的愛不會有盡頭 今天都會很聰明 很努力地繼續去做成績給她看 那些歌曲的過程 那些歌曲的過程 沒有說崩潰到唱不到的 因為其實 我事前唱過這首歌很多次 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唱歌很厲害 那我就找了兩個老師特別去練 基本上每天都很努力地練習這首歌 所以老師唱的過程 就沒有這麼誇張 因為我已經唱過很多次 但是我第一次聽過編曲的時候 林陸之前卡叔就給我聽聽 有最新的版本 那時候我就先崩潰了 因為太觸碰 這個就是音樂的魔力 所以歌曲還好 但是第一次聽的時候就崩潰了 媽媽的所有母親的心願 都是小朋友開心就可以了 但是在於子女的就是會 就是很想會被媽媽見到自己成功的一面 那所以媽媽一個 這件事對我最大的領悟就是 就是要很珍惜所有事情 很珍惜所有時刻 我會答應 我答應 其實她臨過身前的一段時間 我也會答應她 因為她還是很擔心我 她也會擔心我 一樣擔心我 但到最後我答應我會努力 我會照顧我兒子 我又來了 我和哥哥繼續相親相愛 我會聰明給她看 有朝一天拿照片 可以在台上多謝她 我會很努力去做的事 這些其實不是她的心願 但她的心願 只要我開心健康就可以了 絕對是 但是作為兒子 我一定會想她很 proud of 我 我有這個兒子 謝謝